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都能成为将军的 却不多了 历史客栈之前介绍 做大名鼎鼎的三梁 吉梁人介 梁新初和梁毕 分别是爷爷 叔叔和侄子 都在1955年授贤时成了开国将军 非常难得 这三位将军是父子兵 那亲兄弟有没有呢 当然也有 就是戴克林 戴克明和程启文 都是开国少将 当然 这三人还算不上亲兄弟 戴克林和戴克明是唐兄弟 而戴克林和程启文又是表兄弟 但说他们是兄弟总是没错的 这三兄弟都是湖北红南人 戴克林最大 生于1913年 戴克林和程启文同岁 都是生于1915年 戴克林这三人虽然只是唐兄弟和表兄弟的关系 但因为老家的人都被杀害了 三人小小年纪便相依为命 其情分甚至胜过亲兄弟 从1929年起 三兄弟都参加了红军 但因为不在一个部队 从此彼此杳无音信 毕竟在那样的年代 没有通讯 杀鸡四伏 一别可能就是永烈 然而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建国后 这三兄弟不仅重逢了 而且还独成了开国少将 老天爷这个安排也让人感动了 尤其是戴克林和戴克明二人的经历 更是巧得让人都怀疑人生了 其实 这两人的名字都是后来改的 戴克林原名叫戴道居 戴克明原名叫戴道奎 参加红军后 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改了名字 而且还不约而同地都用了刻字 难道真的有心灵感应吗 两人的重逢是在1939年 那天 作为新四军四支队代表的戴克明 出席新四军代表大会 而和他同宿舍的正式三支队的侦查参谋戴克林 因为距离当初参军已经过去了十年 相貌早已改变 兄弟俩竟然一时都没有认出对方 戴克明在闲谈中 两人都听出了对方的古北回音 结果越聊越惊讶 最后戴克明猛地站起来 问 你是道居哥哥吗 戴克明也愣着 盯着他问 你是走亏堂弟 阔别十年之久的两兄弟 竟然以这种方式重逢了 这不是天意是什么 更巧的是 一九五五年受险的时候 这两人都被授与大校军衔 九年后 到了一九六四年 又一起晋升为少将军衔 而成启文 虽然也跟他们都在新四军 但可惜一直没有碰面 或许即使碰了面 也认不出来了 一直到一九五九年的夏天 这三兄弟才终于在南京会面了 说起各自的遭遇 无不感慨事事无常 而且 一九五五年受险时 成启文也是大校 但在一九六一年 就晋升为少将军衔 比戴克林和戴克明都早了三年 图 成启文长期的革命生涯 也让三位将军都变得非常洁减 有 其实戴克林 晚年离休后 经常穿着一件破洞汉衫 不知道的还以为 他是收废品的 后来有一次 戴克林生病住院 经医生检查 需要做肺液切除手术 戴克林对做手术没什么意见 毕竟在战争年代 做手术是经常的事 但是等拿到住院缴费通知单时 戴克林却一下子挖长了脸 翻身就要下床 说不做了 回家 原来 通知单上林林总总的预交费 竟达到一千多元 这在那个年代可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戴克林当然舍不得 但是 戴克林是开国少将 以他的级别是可以报销的 家人也都这样劝他 又不是花自己的钱 但戴克林却说 就算是工件报销 也不能这么浪费 最后 戴克林拿起那张缴费单 把他认为 不必要的医疗用品全都化了去 这才同意做手术 在整个住院过程中 只要是收费的项目 戴克林都要亲自过目 凡是他认为不需要的 都会给化掉 谁说也不行 等出院结账的时候 总共只花了七百多元 连医生都感慨地说 像戴将军这样省钱的 太少见了 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味的三位历史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MASHOHUA108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MASHOHUA108连续文字幕 刘卫 MASHOHUA108连续文字幕 刘卫